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座的大概就是这一区 大家看到的这个位置 就是基本上是在这一区 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区块 有一群人在祷告 就是站立在这个窗户 大家看到的那个窗户呢 基本上背后的这个窗户 应该是直接穿透到整个306 305教室的那个地方 你看到的这个窗户大概是这样 就是这一切都不存在 它只有一个大空间在那里 而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群人 站立在这里祷告 后面的这个木门也不存在 直接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铁门 然后就有一群人站在这边祷告开始 这群人在祷告什么呢 他们正在祷告 考虑是不是要诸下这个地方 作为烈火教会的会堂 而那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为什么说一切都不确定呢 除了他们的犹豫以外呢 那个时候连房东都不是 还是不是房东 为什么呢 因为房东就说 你们来 你们那时候这群人看了另外一个地方 觉得不适合 他就说 我带你们去看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就带他们进来看了以后呢 他们就说 你们考虑一下 你们要租这个地方 但是呢 现在还不能租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房东还不是房东 为什么 那个他还没有把这个房子 还没有标到 这个还没有标到 所以其实 这个房子空了十年 国宅就空在这里 然后他正准备 让大家可以 让政府可以让大家来购买 然后他们正在标 他说没有问题 我基本上一定可以标到 但是 在这边的 在这边 祷告的人 或考虑的人 也知道 一切其实都还不确定 然后这个 听说这个当时的房东 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不是基督徒 他就看到一群人在这边 唱诗赞美 然后在这边祷告 求主 开路 也求主明确的 带领 带领整个教会 是否要做这个决定 求主 来帮助 可以很明确的 可以做出决定 让神的工作可以展开 而这个当时就是在 这一切都 很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 然后开始 他们在考虑什么呢 要不要租呢 就是因为 没有钱 也没有人 那个时候 教会大概只有 每个月 大概存款就只有一两千块 就是其实 那个时候正在 借用另外一个地方 只有礼拜天的时候使用 那其实是一个公司 他们周末的时候 没有在用 然后就用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慢慢的他们觉得 按着教会长期的 发展来看 需要一个地方 需要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才开始 来思想 是否要成诸 但是 人数 没有太多 那教会的财务 也没有办法 太多的支持 所以非常的犹豫 是不是要开始 求主 来 赐下他的意思 大家看到 这个后面的那个门 基本上是这个电梯门 所以其实一切都没有隔间 他就是一个 很空空的场地 很空空的场地 然后这一群人 在这里开始祷告 屋主不在镜头内 在一个角落 听说这个屋主 后来就真的 他飙到了这个屋主 他就听那个屋主有说 他回到家里面 跟他的太太说 今天我接待了 第一批人 进到这个房间里 进到这个房子里面来看 而且这一群人很奇怪 很奇怪 在那边唱歌 在那边祷告 而且很大声 很怪 很怪 他们就 某个程度 就是也在这个屋主的前面 做了一个见证 见证 上帝要开路 那既然一切都不确定 那确定的是什么呢 确定的就是这一群人 他们很确定 觉得神要带领他们 建立一个教会 一切都不确定 一切物质的情况 看得见的东西 都不确定 权状也还不是房东的 这个 没有钱 没有这个 这个我就问啊 为什么要租到 这样的空间呢 要不要租一个更小的空间呢 说那时候大家的意见 那时候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黄国人黄牧师 来到中间 他们也有他的意见 表达就是 至少不要说 隔了两年 三年五年 就要开始搬动 所以他们就决定 再找一个这样的 一个合适的场地 要有些同工们觉得 这个路 不能在巷子里面 要在哪里 所以有非常多的意见 后来他们找到这里 觉得还不错 但是一切都不确定 唯一确定的 就是他们觉得 神 要带领他们 建立一个教会 就是烈火教会 好 各位看到一个欧巴桑 这位 就是我们的俗华传道 他 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在隔间了 大家看到 那个十字架都是歪的 为什么还没有钉上去 他是在地上 还在那个 这个 他就在那里 我就访问了 当时的其中一位见证人 这位云彩的见证人 我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 跟他们一起 来建立教会呢 俗华传道就说 他年轻的时候 当他信了主以后 信了主 他跟谁的主 认识了主以后 他其实有一个梦想 那个梦想就是 他期待上 他期待可以 有一天上帝可以带领他 到一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 这是他的梦想 然后 在他49岁的那一年 就是 教会的13周年 13年前 他来到了这里 跟这一群人在一起 而这一群人要建立教会 他也在想 这个 要跟他们一起 建立一间教会吗 然后神对他说话 他对自己说的话是 这群人 好像没有太多人看好 为什么呢 连牧长都不太看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一群人 有人信主 有人刚信主 有人还没信主 正在牧道 然后这样的一群人 然后要说 要建立教会 根据见证人告诉我 他觉得 他们连教会到底是什么 圣经到底说 教会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然后说要建立教会 这有一天好像是我家的儿子 跟我说 他有什么时候买股票的感觉 是一样的 就是 他们什么都搞不清楚 就要冲进去了 就要聊下去 那我就说 那你要跟着他们 跟着他们冲出去吗 他说 那一天 神对他们 神对他说话 神对他说 你不是有一个梦想 要在年轻的时候 为我到一个地方建立教会 今天就是这个机会 错过了这个机会 你没有 你没有办法再一次见证 神是始无变为有的神 你没有办法再 有这样的机会 来完成你的梦想 来看见一个教会 可以被建立起来 而且透过你的手 这不就是你期待要做的事吗 他觉得上帝就这样带领他了 他祷告了 他明确的觉得 上帝要他和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 有热心 也许 也许还不是这么的认识神 还不是这么研读圣经 对圣经的认识 还没有太深入跟太完整的时候 但是神要使用他们 所以他就决定 参与在这个的里面 弟兄姐妹 纪念日 今天是十三周年庆 在十三周 在这个庆典的时刻 我们常常有纪念日 常常结婚纪念日 各种纪念日 甚至我前两天 我有问他说 我有问我的孩子们说 你知道什么是端午节吗 你知道什么是中秋节吗 就是在我们过节庆的时候 我们除了拿来庆祝以外 除了期待能够欢庆 有一个聚集以外 纪念日这件事情 你们觉得在今天这个纪念日 你们想收到一个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最好的礼物 其实我认为 我希望在每一年的纪念日里面 我们要纪念神对烈火教会的心意 我期待 我期待要纪念神当初在起初的时候 当初如何的使用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的榜样精神 要继续地在这里流传下来 各位新进到烈火教会的成员们 我们常说一个家庭 有所谓的这个家 家族 他也会有所谓的家学渊源 有人是 这个是一门中列 一门都是老师 一门都是律师 一门都是什么 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家族的传承 原来这个人今天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家学渊源 那弟兄姐妹 你进到教会里面来 如果烈火教会有一些要传承下来的 我觉得在每一年的这样的时刻 周年庆的时刻 就是我们要来纪念神 当初起初的那一群人 他们对神的爱 对人的爱 对教会的爱 要继续地不败 不断地我们传递下去 当初的这一群人 他们留下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设立了烈火教会的意象 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呢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这几个礼拜以来 我不断地在有机会的来分享烈火教会的意象 从教会的今年的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开始 我们就不断地在传递这件事情 曾经有过一些人 有给我一些提议 有跟我一些想法和说法 就是甚至我刚来的时候 在六年半以前 大概六年多前 就是有人会建议说 这个烈火教会 这个名字 要不要改一下 就是因为人搜寻到烈火教会 他会看到烈火就觉得 有点那个 那个冲击性 就是如果你是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西水边教会 就是 那个 柳树下教会 就是 就是他 他会给人家 清审 就是人来到这边 好像 躺过在青草地上 青草地教会 这个会 感觉会比较吸引人 或者是感觉会比较不会 造成一些 吓到 有些人误解 其实 我在祷告思想了以后 到底是 你们不用猜是谁 那我透露一下 其中一个叫做杨大鹏 他就说 冠群 我就说 我要去台中 他说 我给你一个建议 就我一个想法 你自己再想想 看你要不要 这个名字 要不要改一下 我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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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祷告以后 我祷告上帝对我说 这个其实是有意义的 这是上帝所设立的 而这教会的名称 是上帝给 正如这个意象 我觉得 真正的是 这个意象 不是人讨论出来的 因为他们可能也 我在想 我在猜想 虽然我13年 我在6年多前来 我还没有机会 参与在最起初的时候 但实际上 这当初他们设立的时候 有上帝的心意 在这个其中 有上帝的心意 在这个其中 他们设下了 可能有一些原因 但重点不是那个原因 重点是 神为什么把这个意象赐下来 而当我从 当我们 当我们 开始来到这里服事的时候 开始领受 这个意象 我们要继续延续 这个意象 正如这个教会的名称 是神所赐的 我们就 我们就继续的 要把它实现出来 而这是神对 烈火教会的 意象 使命 今天我们要特地来 谈谈价值 我们烈火教会的 意象和使命 就是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意象是指的是 我们要去到的地方 我们教会的主题 是 13周年期的主题是 进入复兴 要预备领袖 预备领袖 要进入复兴 一个领袖 知道他要往何处去 他要往何处去 教会的意象 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接下来就会有一个策略 使命 使命就是我们要去 完成的任务 完成的任务 我们就说 生 就是我们要传扬 传扬福音 我们要让更多的人 有机会听到福音 甚至是给他们一个 绝制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信主 归入主的名下 然后 这样的一群人 有一些想要追求的 想要追求 属灵生命成长的 我们要 牧养 造就 偏满地面 烈火教会就只能在 大龙路上 目前 至少目前 我们就算 就算我们有移动 我们可能也是 只能在一个地方建立会堂 那我们要 如何的 才能够 骗满地面呢 地面要被 骗满 被神的心意 被教会来骗满呢 不是我们要骗满 是众教会 众肢体 众机构 都要 透过我们 众人同心 我们才有办法 骗满地面 至少 我们说 让台中这个地方 要被骗满 不是指的 烈火教会 要想办法 生生生生生 要有更多的堂会 我想 这也许是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的领受 在目前 是 我觉得是 上帝要透过我们 来协助 其他的肢体教会 不是只有我们 好就好了 台中要复兴起来 不是烈火教会 要复兴 台中要复兴起来 是众肢体 同样的 进入复兴 所以我们要协助 其他的教会和机构 治理这地 我们谈的是职场 如何的在 政商 政治的政 打错了 政商等等 文化艺术 我们要如何的发挥 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要透过各样的方式 来发挥职场的 文化艺术的 在节庆的时候 在节庆的时刻 我们怎么样的 对这个地方 对台湾这地的百姓 对台中 甚至在 文化艺术上 在这个地方 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意向是一个概念 是从神而来的 神所赐的 使命是我们要去完成 我们要所做的 我们看中的价值 第一个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谈到的是成全 我们今天要分外来 谈谈信心 成全 上帝说了 这个教会要被建立起来 策略是什么 神说了 要让 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什么是成全 这个教会 要被建造起来 不是需要一个超人 各位刚才看到了 从孩子们 从儿童主日学 到我们的 这个 这个 和神心意小组 我们在这边所建造的是 每一个人都是在建立 建造这个教会的 无名英雄 我们不是要说 要有一个人 那个 这个横刀出世 就是 他 他就是像一个超人一样 带领着整个 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超人一样 来带领整个教会 往前进 也许 有些教会是 但是 我们教会 看中的价值 是成全 是众人同心 一起来做 因为这也是神所说 不是一个人的恩赐 在这个教会 可以被 完全地发展出来 这个教会 就可以复兴起来 No 而是 众人 众人的恩赐 众人的恩赐 同样地 都被发挥出来 不只是 拿出自己的 无饼二语 而且是可以更成熟地 发挥自己的恩赐 在这个时刻 我特别要来说 就是 其实在台中烈火教会 一直以来 都有核心的 同工的团队 在我们的中间 就是他们所做的 我们一起请核心同工 站立起来 好吗 核心同工 站立起来 我们用 掌声把荣耀 归给我们的神 谢谢 核心同工们 他们的摆上 他们 这个 刚才在影片当中 稍微站一下 稍微站先标准 刚才在影片当中 也看到 这是庄牧师 他一个一个 所案例的 他们付上代价 同心合力 在教会 那个时候 就是 有一些碰到难题的时候 很挑战的时候 他们就站立在中间 他们付上了代价 当然也是众人一起 但是 这群核心同工 他们 一起的也 真的是 群测群力 跟俗华传道一起 就是来建立 建造这个教会 我们真的是 分外的感恩 我们再次给他们 一个掌声 请坐 请坐 而在2023年 其实我们 这个 有一个 组织精进的计划 我们 为我们的教会的 整个的组织 开始进行了一些 讨论 有些革新 我们继续 我们的牧者团队 仍然是 由我 索华传道 还有 同传道 我们一起 就是 是我们的牧者团队 另外呢 我们成立了执行部门 成立了执行部门 我们有原本的 儿童主日学的部门 然后节目 计划执行部 敬拜部 社区 事工部 行政部 还有网络 事工部 还有汇发 基金 发展部 协会行政部 什么叫汇发基金 发展部 就是我们 有为我们教会的 这个会堂 因为其实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是买台租的呢 租的 我们每一年都遇到了 这个 每一次 这个租约到齐的时候 我们都 面对到一些 挑战 大概就房东会 涨租嘛 那我们就要回应 我们决定不是被动的因应 我们打算主动的来思想 那教会的场地该怎么办 教会的场地该怎么办 不是只是 我们就在这里 那就在这里 反正只要租金能够 忍受得了 我们就继续在这里 我觉得这样被动式的因应 也许是一个做法 但是我们要 更有计划性的一点 我们向神来求的就是 求神帮助我们 有订立一个计划 因为 今年的1月1号 开始新的租约 在三年之后呢 我们会面临一个新的 就是会合约 租约到齐 那我们 期待要预备 一个发展基金 对我们教会的场地 要有一些想法 也许 我们还在这里 但是我们想说 为我们的会堂 也许我们会到 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要开始 预备一些基金 来帮助我们 也许我们在这里 需要重新的 对于整个教会的会堂 我们整个的空间的设计 要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们需要 这个 这个 好好的来预备 因为殷勤筹划 逐致风雨 我们需要 好好的来想 不是只是被动的 来接受 而是积极的 来因应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 这样 汇发基金发展部 就是教会发展基金 教会发展基金 所以我们成立了 这个 这样的部门 然后那 所以 接下来我们期待的是 我们的目标是 在三年后 我们要 筹募到三百万的 基金 三百万的基金 那 这个 由汇发基金发展部的同工 我们会一起的讨论 然后策动 希望弟兄姐妹 就是和我们一起 先一祷告 我们先来为这件事 好好的来祷告 来知道 来明白 上帝 要带领我们 在会堂上面 在这个发展上面 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一个领袖 他知道 他要往何处去 一个领袖 他知道要往何处去 特别是在 这个我们会堂的发展上面 有一个求主来带领 帮助 好 那 我觉得 我们也需要 一起的来为 这个同工们 来祷告 我们就请 执行部的 主要的同工 负责的同工都上来 好吗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就为了这整个的执行部门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 不只是 不只是 同工们 他们作为负责 他们就是一个人成为这个部门的超人 他们都需要 每位弟兄姐妹可以参与 每个弟兄姐妹 可以一起发挥这样的恩赐 在个别分外的 不同的部门里面 所以 好不好 我也 当他们 跟各位 发出邀请的时候 或者是 当我在讲 这些内容的时候 其实你有些想法 你有些意见 在那个方面 其实你蛮有想法的 那我真的很期待 不只是贡献你的想法 可以整个人 可以付上代价 一起的 和同工们 可以 和我们负责的同工 可以一起的参与 因为任何一个部门 都不是 要设立 这些负责的同工 成为那个 那个部门的超人 他们 这个 对不对 三百万 这个压力太大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乃是教会的事情 不管是网络事工部 不管是儿童主持学 敬拜部 甚至是我们牧者团队 我们在谈到 牧养 我们在谈到关怀 谈到强调的是不同的 从小到老 到年长 从小到年长 各方面的牧养 小组长的训练 我们的牧者的团队 这个都是需要 弟兄姐妹 同心的 一起的来支持 一起的来参与 我们就为着 同工们一起来 祷告好吗 我们就为着他们 一起来祷告 我们同生 一起把这个 静静的计划 交在神的手中 求主来带领 我们同生 开生的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大大的来赞美你 主耶稣 谢谢你 主要你 你设立了各样 不同的部门 主要让我们可以 按着你所赐的恩赐 按着你所 摆向不同的 这些特质 常才 让我们来分工 主耶稣 我们把每一位 同工 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要负责的同工 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来 主要求主你 主要分外的 与我们众人同在 谢谢耶稣 主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我们要向你感恩 主要谢谢你 主要在教会里面 设向我们众人 在这中间 主要你也 透过不同的恩赐 一起来建立你的身体 主要我们要把 教会当中的 每一个部门 都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我们期待 有更多的人 主要可以参与 我们期待 更多的弟兄姐妹 甚至期待 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可以参与 在我们的行列里面 主要因为 烈火教会 主要需要众人 你透过众人 一起来建造 主要当我们 撒种和浇灌的时候 你要亲自叫我们成长 主要能够侍奉你 就是恩典 主要求主你使用 主要这些 同工们 在你面前 主要他们的立志 和回应 求主你分外的 与他们同在 赞美你 谢谢耶稣 祷告奉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我也要再次 真的是 我们也 我们也要感谢 真的是 当初的核心同工 这样的 一重的来参与 我觉得 我觉得 很感动 那时候 那时候我来到中间的时候 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 而是核心同工 可以一起的来同工 然后我们一起的学习 一起的来成长 在这个组织经济的里面 有核心同工 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改组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执行部 那既有的呢 我特别要请 国荣兄 珍珍姐 当初 俗华传道 跟核心同工们 他们就是站在这里 然后齐心的建立教会 我真的在想 在三十年四十年之后 这些其他的 烈火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影片 什么样的照片 再次的来 来思想 来纪念 我们这一代 在这里做的事情 我在想我们这里 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 站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主 站在这里 神也使用我们 我非常的感恩 但是 其实 神所使用我们这些 拣选我们这些 也让我们这一代的 美好的 风范跟榜样 要继续地被传递下去 我们再次给众同工们 一个掌声好吗 谢谢 同工们的摆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看中了价值 为什么谈到价值 一个人他看中了 他看中什么价值 会跟他的选择很有关系 因为一个教会 他在各样事情的做法上面 会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但是你的价值会决定 你会选择哪一个做法 意思是什么 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都有很多的解决的方案 因为解决的方案 可能不止一种 但是 你选定哪一种 跟你 个人看中什么价值 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 谈到烈火教会的价值 就跟 当我们碰到教会的一些情况 或者谈到教会的发展 或者是当我们谈到一些教会 需要因应或调整的 会需要更多的来凸显 别人提到烈火教会 他感受到我们的行动 跟做法的里面 他会感受到什么 就跟我们的价值很有关系 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 但是我们怎么去 价值 是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有很多的方法 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 有很多的方法 那我们要决定 选择哪一个方法 就跟我们要凸显什么 很有关系 第一个 我们要凸显的就是成全 就是烈火教会 我们做一件事情 不是一个人去做 而是我们众人 一同着去做 神要完成一件事情 不是让一个人去完成 不是把那个人 想办法把那个人帮助好 这件事情就可以成 也许有一些是很关键的人 但是绝对是 一个团队 一个团体 一个团队一起来完成 这是我们看重的 如果 我在想 我的时间不够了 但 我没有办法 如果你 错过了前几个礼拜的一些内容 你可以再去看那些内容 可以帮助我们 那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是信心 烈火教会非常看重的是信心 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一起来请 因为神的义 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一人兵信得生 圣经说了 我们的信仰 一个人 他要在这个信仰上面能够成长 这个人 他的生命要活得更加的丰盛 这个人 他所做的事情 他的个人的生命品格 要不断地长大成熟 这个人 他在生活的里面 要不断地能够成长 而且发挥影响力 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他的信心 从信心开始 也在信心当中结束 意思是什么 这个信心需要继续地成长 这个信心需要不断地成长 和茁壮 关键是信心 圣经里面也提到了 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请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他在说了 实体 实体 就是实体 reality 就是实际上面 什么是实际 你摸得到 看得到的 叫实际 他说了 这个实体 要怎么样才能够 被实现出来 他说关键在于信心 信心 使所盼望的事 成为实体 信是所望之事 所盼望 盼望之事还没发生 但是 要怎么样让你所盼望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成为实际上面 会发生的事情 关键是信心 信心是 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你没有看见 但是因为你相信 所以你心中有个把握 它一定会发生 弟兄姐妹 当初 2010年 13年前 有一群人在这里祷告 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他们向神所求的 就是他们信里面有看见 看见什么 看见今天烈火教会的样子 今天我们能看见 都是因为 他们先看见 当时他们站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一切都不确定 什么都没有 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我们可以 这样的唱诗敬拜赞美 我们有这样的硬体软体 我们有这样的众人 是因为他们先看见 所以我们就看见 信心是所盼望之事的实体 什么是所盼望的事呢 信心 什么是所盼望的事情 所盼望的事情 其实和烈火教会的意象息息相关 我们要往何处去 信心不是 信心不是我们的欲望 信心不是我们的野心 信心不是 上帝变成我们的仆人 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主耶稣你来成全吧 信心不是这样的事情 信心和我们的意象息息相关 所以当我们在提到 领袖要往何处去的时候 我们在提到信心的时候 他和我们的意象是不能够被切断 他们是彼此相关 而且是密切相关 意象 就是实体 而这个意象要被实践 最大的关键就是信心 信心是一个眼光 是一个从神的眼光 看事情的角度 我想很多人都承认一件事情 看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对吗 你不相信吗 你结婚就知道了 看事情有非常多的角度 你有孩子就知道了 看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今天我们整个团队要开会讨论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但是真正重要的基督徒 和别人最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 可以来解决差异呢 关键不是你怎么看 关键不是我怎么看 关键的是神怎么看 所以神告诉我们了 他说呢 他说这个 以福所书一章十八节 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他的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 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燎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如果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这在讲什么 这在讲的是很奇怪 你仔细去看看这段经文 他讲说其实你的心中有一个眼睛 我的心里面有眼睛 这在讲什么 我的眼睛不是在这里吗 怎么会是在我心里的眼睛呢 他是在告诉我们 他是在告诉我们 信心就是一个眼睛 如果你可以从神的眼光 看待事情 你的一生就明亮 他在说的是 有一个事实 我们需要知道 接受 你所看到的 实际上面的这些 实际上存在的东西 这些都是暂时 这个会坏掉 这个舞台 讲台会坏掉 这个硬体 都会慢慢的朽坏 这是暂时的 但在这世上有一件事情 是比这些东西 都还真真实实存在 那个比这一切 都要实际 而我们有一个眼光 是可以看见 那个实际 当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走进 正确的方向 而信心 是一个眼光 是一个角度 是一个神看事情的角度 如果我们可以得着 这样的眼睛 我们的一生就光亮了 我们就可以看见 在基督里面 我们有何等的恩招 我们享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一切 你所看见的 你所追求的 世人所追求的 这些都会过去 也许你年纪轻 你还没有这样的体会 你慢慢的年纪增长 你就会知道 你所需要的东西 其实越来越少 真正人生所必要的 其实没有那么多 而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有一个需要 是我们要分外紧紧抓住的 就是那个能够存到 永永远远的 不是这些战士 信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信心会带出 使我们的难题会变小 当你有一个 信心的眼光的时候 你的神会变大 所以你的难题就变小 当你没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 你的难题变大 你的神就会变小 或者反过来说 你的神越小 你的难题就会很大 所以信心可以带出神的行动 在圣经里面 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血肉的妇人 她抓着耶稣的身上的穗子 她就相信 她说只要我摸到 我就可以痊愈了 而神对她说 因着你的信就成全 当很多瞎子来到神的面前 她说你要什么 我说我要我的眼睛看见 神说因着你的信成全 当然有各样各样需要的人 他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世界上 每一个瞎眼的人 每一个血肉的人 他们都得着医治 当他们带着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 神就出手 今天我不是要说 神是我们的仆人 我们搓一搓 说主啊 这件事情成就 今天我不是要说 你奉献了 你奉献 你奉献拿出你的五饼 奉献你的面包 你就会变成一个 面包店的店长 我要讲的不是这个 因为在这世上 有很多的所谓的成功 所谓的丰盛 但是我要表达的是 信心会带出神的行动 正如当初在这里的一群人 他们在这里 他们的信心 他们只相信一件事情 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甚至连牧者会告诉他们 牧者心里面 其实不敢讲得太直接 当时的牧者就是 黄牧师 庄牧师跟松牧师 其中有一个 这个 这个照片 大家没有办法看太清楚 这位就是 松牧师的太太 这个 她在这里 松牧师太太在这里 就是松牧师在这里 因为没有她的照片 对 没有她的照片 然后这位就是 我们的俗华传道 大家看到后面就是 整个这个是 我们的外面的门 那个时候 他们进来就 为这件事 真的是很多牧者 会关心关怀 这一片通透 一片通透 女友姐妹 是他们的信心 他们看见 他们在这里祷告 他们看见 于是 他们就踏出去了 从这样 变这样 需要非常多的资源 他们的资源 没有到位 不是等到 有钱再做这件事情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有的 只有这个地方 而且那时候 房东都还不是房东 但是因为 他们的信心 所以神出手 就在 记得 这个 这个 这开始动工 开始签下这个合约 动工 一直到他们 第一次 烈火教会的聚会 就这个 为什么那么黑 因为灯还来不及装 不是没有电 是没有灯 这些灯都还来不及装 为什么就来了 因为开始付租金了 不用 赶快进来先用 那时候连冷器都没有装 感谢主 十一月 十二月的时候 还可以坐来这边 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感恩 所以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就这样开始了 什么都没有 唯一确定的是 他们觉得 神要做这件事情 他们就抓住了 他们就抓住了 所以 他们看见 你看这个 上面还铺着这一块 这一块叫做什么 防水 因为在漏水 还在处理各样 大大小小的事情 一切都在处理当中 而我们就开始聚会了 神的工作就开始展开了 既已经是我们教会 看中的价值 所以跟随意向 完成使命 就是我们的优先 无论如何 传福音是我们的优先 无论我们的资源够不够 无论我们的人力 财力够不够 传福音都是我们的优先 造就人 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是我们的优先 人不是要倚靠猎火教会 人不是要倚靠 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 人要倚靠的是耶稣基督 动用我们的资源 协助肢体是我们的优先 在职场社会 各层面发挥影响力 是我们的优先 信心是我们教会 看中的价值 所以我们相信 神是预备的神 神必为我们 神必为我们 要完成他的任务 已经预备好 足够的资源 神的资源没有进来 是not yet 不是not 是还没有进来 但是我们需要 有一个心理状态要预备 有的时候还没有预备好 感觉还没有到位的时候 我们需要脚先踏出去的时候 来显出我们的信心 这个是当初的那一代 当初的那一群人 在这里祷告的那一群人 他们所传递下来 就在现场的那一天 财务上面当时 装潢等等的费用 就在那一天被满足了 就是不是那一天 是陆陆续续 一直到那一天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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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张照片 没有秀出来 那一天 我问数华传递 这些人是谁 他说绝大部分都不知道是谁 而且第二次就没有再来 他们为什么来呢 很多人就奉献 这个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 他们说为什么签约呢 你知道我一直在问 打破砂锅在问 到底有什么样的把握 有什么样的 安全感 让他们可以踏出那一步 我发现只有一个 那就是神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相信 神是预备好的神 他要为我们完成的任务 预备好足够的资源 我们不需要惧怕 我们鼓励彼此 看重 尊重 和神的关系 明白上帝 学习明白 顺服神的引导 我们鼓励各位彼此 你要听见神的声音 什么是意象 我讲过了 什么是意象 意象不是我传递的这些 神想中都要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不只是这十二个字 因为真正的意象是 神透过这十二个字 对你说什么 你要能够回答句型是这样 烈火教会的意象 神你对我说什么 我领受 在这个意象上面 神亲自对我说话 他要我做什么 这个才是意象 不然意象就是我的意象 我讲完以后 你没有领受 那真的有的时候 比较是我的意象 而不是你的意象 那是牧师的意象 那是烈火教会的意象 那不是我的 那不是你的意象 除非神对你说 如果你有时间 你可以再去翻阅 到底什么是意象 我们尊重 鼓励 看重 与神的关系 我们需要学习 明白上帝的引导 而且我们互相的尊重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所看重的价值 当我们决定 我们要有各种可行的方案 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有方案A 方案B 方案C 方案D 有四个选择 我们要选哪一个 哪一个比较是成全 哪一个可以带出信心的价值 我们就选那一个 信心所带来的影响 会使我们面对的难题变小 因为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的神就会变大 你的难题就会变小 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的神会变小 你的难题就会变大 信心会带出神的行动 当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来呼求他的时候 神就会出手介入 当我们信心会让圣经里面 所有神的应许 会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的 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 象征我们都是是的 但关键是你要相信 而今天烈火教会 今天站在这里 今天作为一个 十三周年的纪念日 其实我们就是要见证这件事情 见证神是始无变为有的神 在我们不能 但在神 我们请敬拜团一同上来好吗 烈火教会 需要的是众人 需要的是无名英雄 所有的弟兄姐妹 一同的参与 烈火教会 看重我们所有的选择 决定是遗寻我们的意象 是相信我们的神 可以做成 所有一切 祂要成就的事情 烈火教会 看重每一个人 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明白 上帝的引导 我们会彼此的鼓励 我们也会彼此的尊重 让我们一起 接受这首诗歌 来向神来 跟谁到底 用节目一张起立好吗 让这首诗歌化作出 我们个人对神的祷告 我们对神来说 主啊 我要用 用全心 全心 敬拜你 用我全人 全心 敬拜你 不管生命 有多少问题 你的爱 是我重新得理 用我全心 全意 用我全心 全意 来爱你 用我全心 全意 来爱你 因为你 拯救我的生命 让我全心 让我一生 从此又一心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更深的说 主啊 我要用我的全人 全心 用我全人 全心 敬拜你 更深的说 更坚定的说 用我全人 全心 敬拜你 不管生命 不管生命 有多少问题 你 你的爱 是我重新得理 我全心 用我全心 全意 来爱你 因为你 因为你 拯救我的生命 让我一生 从此又一意 我愿一生 我愿一生 静静跟随你 尽管有风雨 仍然不放行 求你在每一天 给我勇气 这一生 跟随你到地 我愿一生 我愿一生 静静跟随你 我愿一生 尽管有风雨 仍然不放行 求你在每一天 给我勇气 这一生 跟随你到地 相信你的移许 走在你计划里 依静你 依靠你 你帮你 不放行 相信你的移许 走在你计划里 至于你的 依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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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行 我愿一生 紧紧跟随你 尽管有风雨 仍然不放弃 求你在每一天 给我勇气 这一生 跟随你 好兄弟妹 让我们一起开心的来祷告 愿我们一生紧紧的来跟随耶稣 尽管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风雨 但是靠着主在风雨当中 我们的脚步要更加的坚定 让我们仍然不放弃 让我们仍然的紧紧的来跟随耶稣 同生开生的 把自己建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同生开生的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我们面前 主啊使他要帮众人 弟兄姐妹 主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难题 我们会想要放弃 主啊求主祢帮助我们 主啊因为要坚定的跟随 主啊要紧紧的跟随 要不放弃的跟随 主啊需要有祢的爱 需要有祢的话语 需要有祢圣灵的能力 充满到我们的中间 主耶稣主啊这一生 我们跟随祢到底了 主啊这一生 主啊让祢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随谁呢 主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主啊愿所有的弟兄姐妹 主啊愿我们在祢的面前 无论高山无论低谷 主啊我们都在那里 无意境地跟随 主啊无论再大的困难 或再荣耀的成功 我们都在那里要积极地跟随 求祢来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 充满了从祢来的胆量 充满由祢来的勇气 让我们可以跟祢到底 友姐妹让我们有位烈火教会 我们来邀请那位烈火教会来祷告 愿神继续地带领烈火教会 走到祢的意向和使命里 愿神透过当初所传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信心 和成全的这样的价值 充满到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同生开生地来祝福 我们的教会 同生开生来祷告 这就是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啊我们要把 主要把我们的教会交在祢的手中 主要赞美祢 主要不是我们做成了什么 乃是祢做成了 主要祢做成了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当初叫祢所拣选的 主要真的不是一个已经完美的人 主要祢所实用的人 不是一个超人 主要祢所实用的人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愿意摆向的人 主要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要愿祢亲自来建祢的教会 愿人圣灵的运行 让每一个参与的人 同心地得见证 见到见证祢奇妙的作为 主要愿祢的恩惠慈爱 都丰丰服务的存在我们的中间 祭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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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信你的依序 都在你计划里 依靠你一帮兵 不放弃 我愿一生 紧紧跟随你 尽管有风雨 仍然不放弃 求你在每一天 给我勇气 这一生 跟随你等你 每一天 给我勇气 这一生 跟随你等你 主耶稣赞美你 主啊 那不放弃的爱 那不放弃的勇气 那不放弃的坚定 都从你而来 主啊 我们非常的软弱 我们非常的容易进入怀疑 主耶稣 但是你从不放弃我们 主啊 谢谢你的爱 谢谢从你而来的恩惠 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放下了许多的贵人 主啊 这些贵人 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富贵 这些贵人是你所赐的 要扶持我的 谢谢你在烈火教会 摆放了许多的同工们 他们在这里忠心的摆上 因为你爱我们 他们这一切的摆上 都是因为要回应的爱 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 在这一代 我们参与在烈火教会的里面 主要让我们没有辜负 你从天上来的应许 你从天上来的异象和使命 我们坚定的站立在你的面前 我们把已经发生的 这些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我们将即将发生的 那更大的荣耀 要交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的圣灵运行 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参与 在你的圣工的里面 都可以在这里继续的 建造培养与你有那丰盛又美好的关系 主要让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生命 要被成长起来 许多的人要被建造起来 许多的弟兄姐妹 要从软弱和疲乏当中 要恢复起来 主耶稣赞美你 谢谢你 主要让我们一起来欢庆十三周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都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兄姐妹请坐 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今天这个阶段有点改变 我们开灯好吗 谢谢 来来来来 我们先来切蛋糕 你来唱生日快乐歌吧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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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孩子们没有戴口罩的往后退 有戴口罩的往前进 好来 戴口罩的先往后一下 对对对对 好我们要开始了 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吧 好我们一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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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六我教会13周年 生日快乐 用掌声把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好 不可以拿 不可以拿 不可以用手 来 好 我们保护得很